其实我的背景是搞计算机的 而且我应该说是 我的方向是计算机网络 因为大家可能对互联网很了解 但是怎么我们这又冒出来 这样一个eSense的概念 其实互联网它本身 在科学研究当的应用 实际上是催生了这样的 一个eSense的这样一个理念 那么首先我想说一个概念 就是互联网呢 确实在悄悄地改变一切 这里边也包括科研技术 eSense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而且现在中国的eSense是怎么提出来的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家 这样热衷于eSense这个概念 就像现在我们提到的 电子政务 电子商务 eCommercial等等 都是在这个概念下 那么其实这个概念的提出 最早还是在200年 由英国的科学家John Tyler 他当时提出来的 他是看到了呢 在现代科学研究当中呢 需要各方面的合作 在2002年两年以后 当时英国的首相布莱尔呢 他在英国皇家物理协会 提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互联网的发展 使得eSense呢 在英国提到的日程上 那么他自己还提出来了 他说最早的时候 英国在以前一直是 世界科技的前沿 那么这些年衰退了 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时代 eSense的推进呢 来重新振兴英国的科学研究 那么所以呢 英国当时呢 是在世界上第一个 建立了eSense网格的 这样的国家 那它的很多的技术 现在也是被 大家在使用当中 那么中国的eSense 其实我们这些年在回顾 它的提出并不晚 那么中国在90年代的 大家知道97年98年 科学院已经开始推进 全院的互联网的 白索联网的工作 那么有数据库 也有超级计算 所以在200年的时候 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 就提出来了 我们要构建一个 信息化的科研环境 来为科学家服务 那么真正的 eSense的实质呢 就是科研科学研究的信息化 这是中国科学院 原来的副院长 江原恒博士 他在2002年的 亚太的 城市信息化的大会上 提出来了 就说eSense的实质 就是要为科学家 提供一个全新的 信息化的科研环境 那么改变他们 从事科研的手段和方法 甚至影响到一些 学科的发展 其实这一点呢 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 已经验证了这一点 那么谈到科学方式的 这个变化 这个内容呢 仍然是来自英国的 来自美国的 John Garrett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科学家 他是 大家都知道 计算机界的最高奖上 是图灵奖 他是图灵奖的获得者 那么他在2007年 1月份的一次演讲当中呢 做了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实际上 从一个科学范式的角度 来探讨 什么是eSense 他认为呢 科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 科学演变的这种范式 第一范式呢 他认为是一种 自然科学的范式 自然科学的范式是什么呢 是一个 是一个实验科学的范式 那么就是像天文台的 观测 来发现现象 那么第二个阶段的 这个科学范式呢 他认为是个理论科学 那么我们知道的 像牛顿定律 凯普克定律 以及呢 麦克斯威 这个方程式 全部都是这样理论为主体的 第三个呢 他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了 他认为人类社会 是进入到了一个 第三范式 这是计算科学的范式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要对复杂的自然现象 进行模拟仿真 来从中发现 新的科学的现象 在第四范式的提出呢 就是我们这个 Jim先生 那么他提出来呢 在今天呢 整个科学研究呢 面临了一个数据爆炸的 一个时期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 我们E-Sense要解决的问题 是以数据为中心的 这样的科学研究 为什么呢 他可以将理论实验 以及仿真 有机的统一在一起 那么对各种数据的采集 软件的数据处理 以及计算机的存储 那么也包括科学家利用数据 进行这个分析得到的结果 那么他这个结论呢 现在已经被科技界 普遍来接受 因为他指出了在 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时代 科学技术的手段方法 必须要发生的这个变革 那么实际上 我们在这些年的科学研究 我们的中国科学家们 也意识到 在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时代 科学研究到底呈现一种 什么样的特点 其实呢 可以从他的科研的环境的变化 科研活动的特点 以及他自己科研行为的 一些转变 以及科学领域的 一些交叉的这种需求 都可以看出来这个变化 而这些变化 其实我们是我们 在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当中 不得不面对的 正是因为我们做了 这样的一个分析 因此2004年的时候 中国科学院在制定 他十一五信息化规划的时候 我们提出来这样的 一个eSense信息化 就是我们叫eSense 或者科研信息化的 这样一个框架体系 最底层呢 是我们的那个 整个的是信息化的基础设施 网络超级计算机 那么包括数字化图书馆 那么中间深蓝层呢 我们看到的是 现有的科研装备 已经被数字化网络化 比如说像野外台站 像这种大型的移动科研设备 以及自然的一些资源 比如像我们的标本馆呀 等等的 那么还有一些 像天文台等等 这种大型的科研装备 那么再往一层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最高一层 它是一种虚拟组织 实际上就是构成了 一个协同的科研环境 来自不同学科领域 不同部门的科学家 可以在里面一起工作 其实这个框架体现了 我们现在互联网的 一个资源整合 开放共享的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现在呢 也常常看到这张图 想它确实像一个什么呢 科研信息化的汉堡包 其中那两个黄颜色的呢 好像是一个起司似的 像是把这个信息组织到一起 那么野外科考的时候 如果大家做过科研 野外科考 那么就是数据的采集 到图书馆或者到单位里边 跟自己的标本进行比对 进行分析 然后呢可能还要查资料 然后呢可能要进行会议讨论 也包括参加国际的会议 都是在现场的 可是随着现在的 刚才我们说一个新的 基于互联网的环境建成了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里边的 不关是人还是设备 还是我们已有的资源 都统一在这么一个 网络的数字化的环境下 那么包括科学家们的交流 也是用视频来做 这是十年前我们当时 在中科院里边做汇报 做的这么一个规划和设想 那么十年以后 我觉得这些基本都实现了 那么中科院呢 在2004年以后呢 部署了一系列的eSense应用 那么包括空间的植物工程 也包括大分子的这样的研究 还有呢像地学领域的一些研究 以及野外台站的观测 还有像海岸带的一些 陆海相互作用 以及内陆核的这些研究 那么这些系统 都是去一个特定环境来进行的 包括计算机网络数据库 这样的环境 包括大规模的这种模拟 计算机的模拟 那我觉得一直我们在05年以前呢 实际上是在研究计算机的应用 计算机技术应用在科学研究当中 怎么来做 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一个 完整的实践 其实一种理念的提出 一种方法的提出 它一定要经过一种实践 来实证验证它 那么很好的一个机会给我们了 也就是说在05年的时候 我们由于青海湖地区 发生了世界上第一的起扭感事件 所以从那时候我们这个团队 来自科学院几个研究所 我们踏上了这样 一三四的一个征程 那么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对于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是中亚 鸟类迁徙的一条重要的路径 北边直到俄罗斯 南边直到印度 那么青海湖是他们中间的 最主要的一个停留地和繁殖地 那么像这张图给出来了 我们这个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 就是说那个震惊世界的事件 就是05年4月份在青海湖发生了 世界第一例的野生鸟的起扭感 那么当时呢 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 实际上呢到5月3号 野生鸟的死亡已经达到6000余只 这是镇静的事件 那么到5月14号国家才 CDC才检测出来 实际上这是野生鸟的起扭感爆发 世界第一例 那么这个事情的恐怖呢 主要在于哪呢 因为野生鸟 尤其是迁徙猴鸟呢 它会把病毒携带到世界各地 引起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情有感的蔓延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其实已经有了合作 比如我们跟几个研究所有合作 动物所 病毒所 当时我们共同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提出了几个科学问题要解决 一个呢就是青海湖的这个迁徙鸟 它到底是从哪来 又到底到哪去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些鸟发生疾病 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都发现不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没有一种手段和措施 第三个呢就禽牛感以后 到底家禽的禽牛感 和野鸟的禽牛感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第四个呢其实就是 鸟的迁徙路线和禽牛感爆发点之间 应该有什么关系 那么很有意思的时候 就是由于这些科学的问题 引起了我们科学院 四个研究所的首次合作 就是跨界的合作 也开创了一个模式 那么到后来 现在已经有八个研究所在这 那么这个工作呢 主要涉及到计算机学科领域的 涉及到生物 植物 动物 还有包括病毒 摇杆 生态和水 生态环境等等的这所的合作 那么在科学院的支持下 我们从05年到现在 已经9年了 明年就是10年 这个将近10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团队的科学家 多次联合进行野外的考察 包括中科院网络中心的科研人员 那么我们一起呢 根据鸟的获取的鸟的迁徙的路线 我们也共同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 根据鸟的翅膀 我们取了个名字叫追逐翅膀的旅程 我们根据鸟的这个迁徙的路线 我们走完了全程 考察了它所有重要的19个停留地点 它的当地的生态环境是什么 然后的植被的情况是什么 以及它的疾病在这些点上的 传播的可能性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合作的同时 一个基于互联网IT的一个平台 或者一套技术工具已经开发出来 而且呢改变了现在的保护区的 它的保护工作和科学家的科研活动 那么这是我们目前在针对 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野外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建设和技术的支持呢 我们实际上还是同这样的数据的产生 数据的传输 数据的存储 一直到数据的处理和应用 五个环节来围绕这个 整个青海湖生态的保护开展工作 这是我们一个示意图 现在青海湖已经有23个是高清探头 而且是基于IPv6网络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全部都更新到IPv6的 有一个土壤的 同时还有七个生态的探头 那么整个是已经覆盖了 青海湖保护区的五个核心区域 和面积大概是350公顷 那么这是我们在不同的海岛上 青海湖建的监控系统 还有像这种IPv4v6的 这种的生态监测设备 这里边实际上也想给大家看一些 因为视频已经非常多了 每天大概在 从春天到秋天 每天的数据大概有100个G 那么这个是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第一次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对黑井鹤的监测 黑井鹤是我们中国 非常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而且是世界上最晚被发现的 高原的鹤类 那么对于它的繁殖情况 确实一直都不清楚 那么我们2002年的时候 开始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直接拿到的视频的探头 视频的景象 那么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搭窝的 然后这个窝是怎么建成的 这个过程 而且这里边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的视频探头就在它的身边 所以这只公鹤 每次在修筑自己的巢穴的时候呢 走到我们的探头 跟前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非常异常的举止 可以看出来它不喜欢我们的探头 总是去多那个探头 我原来确实不知道 黑井鹤是怎么搭 我没想到它是搭在水里 而且我没有想到 它自己是从水里边 一点点把水草撩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它 很有意思的是 它这个动作一直保持到现在 去年和今年都是这样 尤其是小鹤孵化出来的时候 它更是对这个探头严加防范 但是呢 它也习惯了 但是这个动作 它是增加了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在新疆 喀什地区吧 做的这么一个 对一个狂 这是一种狂 是老鹰的一种 它是怎么来哺乳自己的幼鸟的 以前是不知道的 因为科学家不可能在那蹲守 所以这个设备也是在2011 应该是在2011年布设的 我们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图像 包括它如何去蜜食 蜜什么样的食物 它哺乳的行为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有很多让人看到非常惊讶的现象 它只关心能够抢到食物的那只小鸟 其他的小鸟呢 它绝对不管的 你要抢不到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也很有意思地发现 这个母亲呢 这个狂的母亲 它永远只站在那个位置上 谁在跟前能抢到 那么就能够吃到东西 因此这对研究这种鸟的行为 对科学家来很重要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完整的 我们这是截屏的 他们做了个完整的 就是多长时间 他们去找一次食物 它找一次食物要用多长时间 这直接决定了 它的小鸟的存活率 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工作 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利用卫星鸟杆的跟踪 实际上就是跟踪鸟的迁徙 这个工作是美国USGS提供的 这个设备是比较先进 在我们2006年 2007年正式开始部署这个项目 这个设备是太阳能电池 每两个小时采集一次GPS的信号 每两天呢 像阿哥微信吧 发送一次整个记录 然后如果要是碰到 阴雨天以后 它把数据会自动保留 就是国内的 从青海湖繁殖的 像这种鸟 斑头燕的 它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的鸟 它最终的目的地是在 西藏拉鲁地区等等 扬州拥湖 但是呢还有一批呢 它是在外蒙古出生的鸟 那么在青海湖被我们抓住 带了这个GPS以后 我们发现它是越过西马拉雅山 直接是在印度的某些地方来越东的 因此这个东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说这条迁徙的路线 实际上呢 也往往我们发现的是 禽牛感爆发点 有几个点 那么青海湖 拉萨 包括印度的班达尔这个地方 都是禽牛感 曾经加禽禽牛感爆发的地方 我们用这辆鸟的迁徙路线 和我们鸟停留的地方 以及禽牛感 加禽禽牛感发生的地方 我们验证了一件事 也就是说 青海湖的禽牛感的爆发 并不是它野鸟自己带的 而是由于呢 它在不同的月定地 感染了家禽的这种禽牛感 这个结论后来 在国际的一些学术期刊上发布 影响很大 那么再一个问题 我想说一下 就在一三次的环架 其实我们是造就了一个混合队伍 实际上这支混合队伍里边 实际上是一个交叉学科的培养 像这里边可以看出来 中间的是一个崔博士 那么蹲在地上呢 是我们网络中心的欧阳新高工 那么在那个看望远镜的呢 是保护区的一个工作人员 大家是经常在一起工作 所以这种文化的交流和技术 和知识的交流非常重要 那么更重要是这里边有一批 非常年轻的博士 硕士生他们在一起工作 像这里边呢 有我们病毒所的博士 和维生物所的博士 他们在一起进行采样当地 另外呢他们还给呢 当地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比如他们用了一些 快速的病毒检测的方式 那么给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进行培训 那么所有的这些工作 我觉得归纳起来 在互联网时代 其实它有一个信息共享 同时还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一种公众科学的理念 推动了国民参与 就我刚才讲的 参与科学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我这是一个视频 是我们在做黑警贺的时候呢 我们是请了 在黑警贺所 一个最近的一个寺院 因为那个地方又没有电 又没有什么 我们请了他来帮助我们照看设备 同时我们也跟他讲 说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请他多做一些工作 比如我们发现 这个槽穴总是被水给冲回 我们请他 你能不能帮我们做点事情 给他的窝加固 这是青海湖保护区管理局的副局长 在跟他商谈 委托我们的设备 给他的这样一个场景 所以这些年来 我们在青海湖 大概是做了将近十年了 但是我们这个同时呢 还接触了很多的保护区 也参加了科学院的野外台站的 一些信息化的建设 我们感觉到 我们每一次的工作 都是一次新的 E-SANS的征程 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跨越 一种新的融合和一种新的 协同 那么下边呢 是我们去年开始在云南 无量山保护区做的工作 大家可能应该了解一些 无量山是哪 就金庸的小说 大家知道有建湖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那儿发生的 那么我们那个地方的监控 主要是一种 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 黑罐场地园 中央电视台最近也播放过 那么这个就是黑罐场地园 在今年三月份的一个情况 就是树叶刚刚长出来 大家可以发现 它的胳膊非常长 在这个树上非常灵活 它主要是吃这个树的嫩叶 这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在自己再调整这个探头 要看它的行为 以前他们的工作是什么 每天跟着猴子跑 就猴子早上从哪跑 他们也跟着走 观察它的行为 现在在那儿 今年我们是装了13套设备 那么这个设备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我最后想说一下 就是仍然想用一句话 就是什么叫eSense 那么用Jim Crad这句话 是信息技术与科学家相遇 催生了eSense 并没有说信息技术的科学家 和科学家相遇 他用的是信息技术 与科学家相遇催生了eSense 这句话现在理解起来 我觉得我深有体会 确实 eSense是融合了意义的 各种元素在里边 包括理念观念 包括技术 包括它的架构和应用 都是应用于eSense 使得科研工作做得更加easy 因此呢 我曾经提出来一个概念 就eSense 不能简单理解为 Electronic Science 叫IT加Sense 实际上呢 它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 它使得我们科学家们 从事科研呢 应该更加容易 所以应该叫easySense 这是一种理念 第二个呢 就是确实 吹动了这个学科的交叉和交流 然后使得我们现在 有不少的年轻的博士硕士 他们在我们这个团队里边 成长起来 我们把它称为新一代的科学家 叫eScientist 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我们理解的一个观念 就是面向科学研究 面向国家 另外呢 要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当中 实际上现在的这种协同发展呢 最终会造就了中国一批 非常重要的 他们不是专业的科研人员 但是他们具有很多科学家 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素质 那么这是中国的国民 进入到一个citizen science的阶段 那么当中国实现了这种citizen science 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科研的博率 得到全面的提升 非常感谢大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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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